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。 父亲长期家暴,母亲选择离婚,我跟妈妈,姐姐跟了我爸,在见到姐姐时,她蜷缩在角落里,被父亲用双狗的铁链子锁着,朝我嘶吼,挖出真相,我要让他们所有人牢底坐穿。 我和姐姐是双胞胎,父母离婚后,我跟着母亲到香港读大学,而姐姐则跟着父亲。 在见面的时候,姐姐蜷缩在柴房黑暗的角落里,被父亲用双狗的铁链子锁着,朝我嘶吼,不要过来。 父亲重男轻女,想再要个男孩,但母亲始终没能让她得偿所愿。 直到六岁那年,母亲怀上了,父亲多想是个儿子,哪怕抄生要为此缴纳巨额的罚款。 母亲月份大了的时候,她千求万求,找关系带母亲去做臂抄,却发现是个女孩。 为了省下人流的钱,父亲把母亲强行按在地上打。 爸爸,别打妈妈了好吗?我求求你了。 我和姐姐拦着父亲,她却狠狠一脚,把我和姐姐给踹翻在地。 我看见地上全是血,当时就吓傻了,可怎么求,父亲都不肯放过母亲。 母亲狼狠地蜷缩在烟红的鲜血里,痛苦哀嚎着,孩子,我的孩子,最后还是邻居阿姨路过,呵斥着父亲,威胁着要报警,她才停手。 母亲的肚子不知道被禽兽父亲踹了多少脚,肉都翻出来了,紫青色,带着淋漓的血。 那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阴影。 妈妈,妈妈,母亲满脸泪水摸着我和姐姐的头,我和姐姐气不成声。 孩子果然被父亲打得流产了,母亲也因此彻底失去了生育能力。 父亲就天天骂母亲是个扫把星,说母亲不但被别人睡腻了,还断了她家的香火。 母亲是海峡那边来我们这儿读书的大学生。 听人说母亲是被不少人糟蹋了,才被父亲给花言巧语骗到手的。 可我始终不愿相信传言,更难以想象,这会是从一个丈夫嘴里说出来的话。 母亲是不幸的,因为我和姐姐不得不屈辱地活下去,被父亲打骂已经成了家常便饭。 父亲每次只要一有动作,母亲就会习惯性双手捂头。 母亲也想过逃,但她放心不下我和姐姐。 我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,记录着父亲每一次的罪行。 而姐姐在有手机后,每次母亲挨打她都会在一旁悄悄摆弄手机,似乎在拍照。 互联网逐渐发达,我筹划着哪天把写的内容给发表出去,带着母亲和姐姐逃离父亲的魔爪。 这个秘密谁也不知道,就连姐姐我也没有告诉她。 姐姐和我同日高考,她落榜了,而我考上了香港中文大学。 录取通知书到的那天晚上,为庆祝,一家子一起喝了不少酒。 夜里我和姐姐睡得迷迷糊糊时,却被父亲给推醒了。 她把我们两姐妹给叫了起来,手里拿着我的日记本,凶神恶煞。 完了。 我身体不由自主颤抖着,脑袋嗡嗡直响,耳朵也烫得厉害。 这个是谁写的? 父亲勃然大怒。 我不敢承认,这要是承认了,我一定会被活活打死,还怎么可能去读大学? 父亲打母亲的手段,我清楚得很。 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,手上掐着的一根烟已经快要燃完了。 我写的,爸。 在这个时候,姐姐突然站了出来。 父亲拽着姐姐的头发,摁着她跪下,她二话不说,直接用那火红的烟头烫在了姐姐的后颈上。 张晓月,得让你永远记住了,我整个人都吓傻了。 姐姐发出撕心裂肺的吼叫声,整个房子似乎都在颤动。 这是得有多疼,才会发出这样的声音。 姐姐是她的亲生女儿,虎毒还不四子,父亲还是人吗? 带父亲走了,我傻傻看着姐姐,她的脸上全是泪水。 姐姐,对不起。 我挤出了五个字,不知道怎么安慰她。 这明明是我犯的错,姐姐却帮我承担了。 这天晚上,这么大动静,母亲却没有出来。 我不知道母亲是听到了还是假装没听到,我的心很痛很痛。 这个烟巴,一辈子都会留在姐姐的脖子上了。 姐姐她说她不怪我,劝我要好好读书,尽快带母亲离开这里。 整个暑假,我做什么事都小心翼翼,害怕一个不小心就惹来父亲的一顿毒打。 我感觉和父亲的关系,比陌生人还陌生。 再有一周,我就要去香港读大学了,父亲却不再愿意掏学费供我读书了。 原来,他在外面有了野女人,而且还给他怀上了一个男孩子。 他高兴得不得了,根本不管我的死活,可马上要交第一年的学费,我一分也凑不出。 正在卧室内一筹莫展时,母亲推门进来。 他说,她的娘家就在香港,只要能和父亲离婚,她会带我和姐姐回香港。 香港机会多,姐姐不读大学,打工也能养活自己,而且外公外婆会给我出钱读书。 这确实是个好办法。 我帮母亲找了考上法学系的同班同学求员,她帮我找了知名律师来游说父亲。 很快,父亲就同意了和母亲离婚,我们终于要解脱了。 然而,他和母亲扯离婚证的那天,父亲突然变卦。 我养了你们这么多年,必须留下一个。 不同意,这婚也别离了,我儿子流落在外当私生子不要紧。 这大学是一定不用念了,把钱都留着给儿子花。 父亲明明已经答应了和母亲离婚,也答应了母亲带我去香港读大学。 如今又反悔说想留下一个,话里话外的意思,不就是想留姐姐吗? 离婚协议本就是没有离婚证便无效。 就算是法院来判,父亲这种想留下一个孩子的诉求也是会被满足的。 妈妈,让姐姐跟你走好吗? 反正我们长得一模一样,让她去替我读大学吧。 我不想再对不起姐姐了。 就因为她是姐姐,已经多承担很多了,上次还帮我挡了日记本的事。 我要是再为了读大学抛下,她和母亲走了,未免太自私了点。 姐姐她坚决不同意,说我胆子小,她胆子大,父亲不会把她怎么样,而且她学业不精,也不喜欢读书,叫我既然有这样好的机会,便安心读大学。 和姐姐临别的那一天是,2015年8月24日,这个日子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。 上车的时候,姐姐一个劲喊着,等有空了,一定要回来看我。 母亲落泪了,她不敢看窗外。 姐姐,姐姐,我哭干了嗓子喊着。 姐姐的身影越来越远,直到完全消失在视线内,我还在拼命喊着她。 然而无论如何,姐姐都不能和我一起来香港了。 我自知罪孽深重,欠了姐姐良多。 父亲暴力,又重男轻女,如今有了儿子,姐姐的日子怎么会好过? 母亲带我来到了她的娘家,一切物是人非。 外婆健在,外公去世了,家里面一直在寻找母亲,线下里积蓄也不多了。 外婆人很好,倾尽所有积蓄,替我交了第一年的学费。 后面三年,要靠我自己勤工俭学。 虽然日子苦了一点,但母亲和我都不再挨父亲的打骂了。 父亲一直打电话求着母亲要复婚,哄着说再也不会打她了。 母亲坚决不同意,和父亲彻底断了联系。 起初我还和姐姐经常聊天,可后来母亲拉黑父亲,姐姐说父亲圣怒,不准她再联系我和母亲,否则就是一顿暴打。 然后便拉黑了我和母亲。 好几次得空,我想回去见姐姐,都被母亲拒绝了。 母亲说,她是真的怕了。 小心,我是被张凯找的一群人给玷污了,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,再回去,会被活活打死。 张凯是父亲的名字,他以前被判过刑,是个贯偷,出来以后就一直做生意赚钱。 还娶了母亲这个镇上数一数二的漂亮女人。 没想到传言是真的,母亲真的被人糟蹋过。 而父亲竟丧良心至极,为了求娶母亲,竟然给母亲下套,让其他人侮辱母亲。 妈妈这一次是不是做错了? 你姐姐也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,我怎么就傻傻地为了解脱婚姻,就同意小月留给那个畜生了呢? 母亲流下了眼泪,这残忍的真相,她也是因为父亲有了外遇和私生子才知道。 以前还傻傻把父亲当作救命恩人看待,哪怕被暴打,母亲也始终认为父亲不嫌弃,她恳娶她,就是真爱。 妈妈,我知道你也很难,不要自责了好吗? 我擦去了她眼角的泪水。 母亲渴望新的生活,内心却因为姐姐的事始终挣扎不安,经常在病榻上缠绵。 为了照顾年迈的外婆和饱受病痛折磨的母亲,又要顾及学业,我始终没有时间和财力去看姐姐。 直到毕业,我找了份薪水高而稳定的工作,才攒下些钱。 趁着母亲的病稍好些,我苦苦哀求母亲照顾一阵子外婆,我很快就回。 母亲欣然应允,时隔四年,我终于再次回到大陆。 这四年,我日日翘首以盼,度渺如年。 我真的,太想念我的姐姐了。 你妈怎么不回来呢? 父亲对我指指点点,十分不满,说我母亲抛妇气女,狐媚祸水,我以后也会和我母亲一样的德性之类的话。 我说母亲生病了,过几天就回来看姐姐。 姐姐呢? 我找遍了整个屋子,却没有找到她的身影。 父亲骂我白眼狼,问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,怎么不带些礼物给她,养这么大,也不知道孝顺。 我掏出一千块钱红包给她,让她喜欢什么自己去买。 她拿了钱,才告诉我说姐姐回老家了。 老家离这里两小时车程,我匆匆搭车回老家。 这一次,我终于见到了姐姐。 她被父亲关在了老家的柴房中。 柴房被打开的瞬间,阳光照射了进去。 一个头发蓬松脏乱,像乞丐一样的女孩蜷缩在柴房黑暗的角落里。 她披头散发,脸被遮住,手上还带着拴狗的铁链子。 不要过来。 她快速闪躲到了一堆柴块边,身体紧紧依偎在柴块旁,不停地哆嗦着。 这是姐姐的声音,姐姐,是你吗? 我瞬间流下了眼泪,而姐姐的泪滴也打落在柴块上。 这泪声,打破了这柴房的冷迹。 我向她靠过去,姐姐却钻进了一堆柴堆里,怎么劝也不肯出来。 我报了警,在警察的帮助下,她出了柴房。 姐姐很害怕太阳光,她用手背挡着阳光。 显然是太久没有见到阳光,都已经不能适应光明了。 我的心被深深刺痛着,姐姐这是怎么了? 她到底经历了什么? 都怪我,当初应该坚持留下来的。 爸,姐姐到底怎么了? 父亲说,姐姐是进场打工的时候受了欺负,被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。 因为她拿着刀要杀人,才把姐姐给锁在了老家柴房。 她怕我不相信,还拿出了精神病医院证明给我看。 这几年,姐姐竟一直在黑暗孤独中度过。 这个人,本不应该是姐姐的。 我不愿相信,询问警察,谁知警局里真的有姐姐拿刀杀人未遂的报案记录。 事情只能不了了之。 可报案记录的档案上,签字处的名字映入眼帘。 或梅子。 我离开柴房的时候,曾注意到了角落里密密麻麻的血色红字,也是这个人的名字。 看来只有姐姐才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。 以给姐姐洗澡为由,我带着姐姐单独去酒店开了房。 有警察在,父亲也没多说什么。 浴缸内,姐姐突然一口咬住了我的手臂,血顺着手臂低落下来。 我却只觉心痛。 我是你妹妹啊。 姐姐,你忘记我了吗? 姐姐这才松开了牙口。 我看着她的眼睛,问她这四年到底经历了些什么。 姐姐的眼神里满是无助和惧怕。 我忍着手臂的疼痛,脱下姐姐的衣服。 那一刹,我的心像是被弯了好大个口子,每个神经细胞都扩张了。 她下意识用手去挡。 我把她的手轻轻拿开。 姐姐全身都遍布着大大小小,触目惊心的伤痕。 这是得有多大的愁,才会把姐姐打得这么狠。 全部是父亲伤的,还是和霍梅子也有关系。 疼吗? 姐姐。 我将水开得很小,拿浴巾的手不停哆嗦着,轻轻擦拭着姐姐的身体。 我害怕把她弄疼了,可姐姐的伤口实在太多,再小心也还是碰到了,她身体一缩。 姐姐没有说话,但泪却根本止不住。 母亲打来电话问我情况,我的泪再也止不住,善然而下。 妈妈,姐姐被父亲关傻了。 母亲焦急不已,给我和姐姐订了最近一班飞机。 我把姐姐带回去时,她和外婆都挣住了。 姐姐一直用手挡着脸,不愿意拿开。 母亲轻轻拥着姐姐入怀,她却拼命挣脱,不让她抱。 这件事,母亲特别内疚,想方设法弥补姐姐,对姐姐像小孩子一样照顾着她。 我每天除了工作,就是想着法子逗姐姐开心,为她请来最好的医生。 可是,她身上的伤好后,却怎么也笑不起来,话也不说一句,一直傻傻发呆。 有时候,姐姐会莫名其妙躲在某个角落里,两只手抱着脑袋,一一压压,或梅子,不要,不要。 快走,这个名字像禁锢符文一样,在我脑袋里盘旋。 我多番调查才知道,霍梅子就是父亲私生子的亲妈。 看着好不容易才得来的张凯和霍梅子的结婚证照片,我恨得捏破了手指。 二婚的禽兽父亲张凯笑容得意又张扬,霍梅子虽然面无笑意,却也是一脸恶想。 一定是她和父亲联手害了姐姐。 好在姐姐已经离开了魔窟,一切都会慢慢好转。 心理医师说姐姐是自闭症加重度抑郁症,心病难医,除了按时服药,还需要定期疏导。 眼瞧着姐姐好转,甚至偶尔也会笑了,虽然还是经常拉着我的手叫我小月,神志不清,但最起码也有清醒的时候了。 可我怎么都没想到,一个在寻常不过的夜晚,姐姐割了腕,还吞了药。 我和母亲发现的时候,她呼吸似有似无,嘴里却仍旧嘟囔着霍梅子这个名字。 而地上,全是用鲜血写的霍梅子这个名字,密密麻麻的,和柴房一模一样。 看到这个场面,母亲当即晕了过去。 我处在崩溃边缘,连忙拨打了急救电话。 母亲惊吓过度,心悸而死,和姐姐一起走了。 看着白布下的两具尸体,我不愿接受这个现实。 外婆气得旧病复发,住进了ICU,就一口气吊着,高额的费用快要花光全部积蓄。 她醒来后,紧紧握住我的手,劝慰我,叫我不要难过,说适者已适。 都怪我,都怪我,为什么要回去? 是我害死了妈妈还有姐姐,突然没有了母亲和姐姐。 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坍塌了。 要不是我当初非要读大学,姐姐就不会有此遭遇,要不是我回去这一趟,母亲也不会死。 姐姐到死,还在念叨着霍梅子这个名字,我怎么能不恨? 我一定要亲手杀了霍梅子这个女人。 外婆病好后,执意去养老院安度晚年。 我辞了工作,积蓄留了一大半给外婆,再一次回了大陆。 霍梅子,禽兽父亲张凯,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 我在镇子上父亲住的地方旁边不远处,租了个房子,日日用望远镜观察它,经常看到他陪她和那个蛇蝎女人霍梅子生的儿子玩,笑得很欢快,却始终没见到霍梅子。 我登录了姐姐曾经网购的账号,买了针孔摄像头和窃听设备,到其后挑了个父亲不在家的时候,悄悄潜入屋内准备安装。 然而却怎么也没想到,他的房门内竟本身就有摄像头,大概是父亲安了房贼的。 我战战兢兢地拆掉原来的,在客厅和卧室不起眼的角落安上我的,正欲离开,就听到了父亲回来的声音。 还回来干嘛?你姐姐呢? 他没有怀疑我,只是愤怒我带走姐姐一直不归而已。 门上房贼的摄像头,在我意料之外,好在我兜里早已藏了水果刀,必要时只能和他拼命了。 或梅子呢?我也不管那么多了,直接质问他。 父亲一耳光打在了我脸上,火辣辣地疼。 小孩被这一巴掌吓得哇哇大哭。 我脑袋嗡嗡直响,掏出另一个兜里的火化证明丢给他。 姐姐和母亲都死了,你想把我也弄死吗? 秦寿父亲没想到从前温顺的我如今竟然脾气渐长,半信半疑捡起地上的纸。 我看见他落泪了。 一个如此狠毒丧良心的人,竟然也会落泪。 姐姐是自杀死的,妈妈是心计随姐姐而去的。 爸,在你眼里男孩就如此重要吗? 我歇斯底里咆哮着,发泄着这些年来的情绪。 本以为他这种禽兽,是不会懂得的。 没想到他会因为母亲的死而自残,用脚使劲踹着房门,鞋子都破了,脚尖都流血了,才停下。 你滚吧。 他明显发了脾气,却没有打我,更是丝毫没有阻拦我离开。 那日之后,我便时刻关注着摄像头里的动静,终于让我获知了一个惊天秘密。 原来他自出狱后一直在做的生意,竟然是拐卖妇女卖钱。 难怪他一个贯偷,却能在镇子上买房。 他天不怕地不怕,打母亲的时候却最怕邻居报警。 难怪每次回老家,那么多人都尊他敬他。 我小时候和小伙伴争执时,他们听到张凯这个名字,都会瑟瑟发抖。 难怪他家里的门上会有房贼摄像头。 一个妇女他可以卖好几次,有不少光棍和娶不起媳妇的人找他, 也有不少人找他合伙一起干。 而这些都将是他的呈堂罪证。 他藏得再深,有再多庇护伞,我也一定会将他绳之以法。 偷露的证据虽然不管用,但有了方向,调查搜集起来就不难了。 我突然想起很小很小的时候,那件可怕的事。 村里有个老光棍,色眯眯的,和我父亲说过, 等我姐俩成年就拿去卖,他要第一个长线。 难道姐姐是被霍梅子这个妓母挑唆,卖到老家的? 不会被那个老光棍给,我不敢再继续想下去。 什么事情都是姐姐在替我背锅,我什么也没有为她做过,如今也无力回天了。 母亲以前就叫我少跟张凯回老家,她说老家那个村子烂透了,那时我还不信, 只觉得村里虽然穷困,却明风淳朴,母亲是贤贫爱妇, 毕竟是她窜多父亲到镇子上买房。 现在才知道,老家村里拐卖妇女,重男轻女等是家常便饭。 反倒是想逃脱的,一定会被活活打死。 看来母亲虽然不知道她的枕边人张凯就是干这个生意的头领, 至少也是知道村里的密室。 一想到,我从小到大读书的钱,都是父亲买卖妇女赚的黑心钱, 我就一阵阵作呕。 之前以为姐姐跟着父亲和继母母子俩, 顶多是过苦日子,被关禁闭,被父亲发泄怨气。 可带着姐姐逃离老家,逃离了父亲身边, 姐姐却仍旧自杀。 张凯一直买卖妇女,会不会惨无人道道将亲生女儿买卖多次? 实在不敢细想,姐姐的经历只会比我想象的更难言,更不堪。 收集罪证很不容易,如不能以牙还牙,绝不能惊动她。 可以想到她晚一刻落网,就还会有更多女人遭到迫害,我实在很难等下去。 围巾之计,只能赌上一把了。 我早在上大学的时候,就养了几个自媒体号,如今终于派上用场。 互联网喜欢离奇,忽略真相。 从监控截一张张凯那个儿子的脸,模糊化,配上以前母亲挨打后的照片, 再编造一个孩子被拐,母亲日日被暴打的声泪俱下的故事,不愁没人关注。 热度很快飞涨,监控中张凯也是忙碌不已。 那个老光棍出现在他家里,要求张凯再为他取上一个满嘴污秽之词,还提及了姐姐。 我心跳加速,恨不得立刻前往,捅死这个满口黄牙的老光棍。 倘若此时登门,张凯把我也往柴房里一关,然后像对待姐姐那样弄我,就真的没人能为姐姐报仇血恨了。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,细细听他俩的对话。 莫说了,小月已经死了。 当初为了他们娘撒过好日子,不得已干的这个勾当,现在人都不在了,我也不想做了,给儿子积点得。 张凯还真是宠他的幼子,可为什么要把干不到得势的责任推到我和母亲、姐姐的身上? 凯子,你真能装,装完膏上还装几把深情,你儿子的娘和小月他娘一样漂亮,还性情类似,就到了八辈子美。 要不想,俺上网去爆料,老实再给俺来个比小月好看的,否则,老光棍威胁的话还没说完,就见父亲突然一脸警惕,四处翻找起来。 星星,你就这么想把自己父亲往火坑里推吗? 张凯站在监控前,缓缓靠近,一张脸靠得无比劲,有些扭曲,然后只听滋喇一声,黑停了。 他发现了,还真是个老游子。 小时候,最喜欢他叫我和姐姐名字的谍词,月月和星星,说明他心情好。 要是叫张小月、张小星,或者小月、小星,就说明愤怒要打人了或者心情非常不佳。 现在这个时候,还能面带微笑叫我星星,显然是想打亲情牌。 可惜亲情牌在我这已经不起作用了。 从姐姐和母亲去世的那一刻,我就孤注一掷,在不可能念及和张凯的所谓妇女情义。 打开手机,登上账号,网友们热心长极多,热度已经报道人尽皆知,老光棍会上门要挟张凯,恐怕也是因为看到了这个新闻。 用研救过母亲的那个邻居阿姨更是推波助澜,报了张凯的地址。 警方一直非常关注这件事,动作很快,不出一日,官方号就通告,有不少犯罪分子落网,孩子现已获救。 张凯这个匪手,却并没有落网。 最该死的人,竟逃跑了。 他还用一次性电话卡给我打来电话,求我原谅他,说让我看在弟弟还小的份上不要这么绝情。 你想过我的感受吗?想过我姐姐和母亲死不明目的感受吗? 他大骂我畜生,要遭报应。 想到禽兽父亲不得已要与最爱的儿子分离,心中就一阵舒爽快意。 挂断电话,我换了个VPN,把张凯的罪行都给爆料了出来,一字不漏,还添油加醋写了霍梅子对我姐姐的刻薄刁难,并附上了他和张凯的结婚证。 晚上的时候,自媒体号后台就炸了,不过这一次热心网友却并没有谩骂和人肉或梅子。 我发的那条附带结婚证的视频和文章,没有引起丝毫热度,反而被限制了流量。 一条标题为福建省福州,张晓星栽赃父亲,草菅人命的文章爆火,说我一家女性都是做小姐的, 所以厌女,拐卖妇女的主谋就是我和母亲,妇图还是我姐姐打了马赛克的裸照。 这文章很快成为爆款,因为带着桃色,热度不减反增,引发轩然大波。 我大概已经猜到了发文章的人就是张凯,这些事也只有他才做得出来。 我去私信发文章的人,质问她的身份,她并没有回答我,只说要一步步把我搞死。 我不顾及妇女之情,也只是想让她为错误付出代价,送她进监狱,她不顾及妇女之情,却是想要我做替罪羊,而且还要我的命。 对我尚且如此,何况对软弱可欺的姐姐。 接下来的日子,我不断被人肉,手机号也被一些不知道真实情况的陌生人打来攻击辱骂。 更奇葩的是,还真有人问我是不是做小姐的,多少钱一碗。 租住的地址也被曝出,有不少人在我家门口烧纸钱,大门上涂红油漆。 房东把我赶了出来,扣了押金,本不富裕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,我只能暂时居住酒店,而且需要隔几天就换一个酒店。 我感觉自己现在像一条流浪狗一样,无家可归。 再次换酒店的时候,我被大街上一个疯女人给抱住了胳膊。 你看见我的女儿了吗? 哥以前我可能会躲,但是今天我没有。 现在的我就快要被张凯逼疯,研知这寻语的疯女人是不是同病相怜呢? 你女儿叫什么名字呢? 阿姨。 冯阿姨语气很焦急,霍梅子,我女儿叫霍梅子,你认识吗? 我也不知道她要找的女儿是不是害死姐姐的那个霍梅子,毕竟这个世界同名的人太多。 冯阿姨拿出一打照片给我看,那是霍梅子从小到大的所有照片。 越看越觉得,霍梅子和我母亲有几分相像。 而且最后一张,竟和结婚证件上的霍梅子一模一样。 事事竟阴差阳错至此。 我想起老光棍说的话,心像是被无数带刺的玫瑰枝条扎了一样。 霍梅子,她竟然是被拐卖的。 她从未残害过我姐姐,也没有挑唆张凯卖掉我姐姐给老光棍。 她只是被张凯诱拐的可怜女人之一,只不过面容娇好,和我母亲又相似。 母亲不能生育,张凯就诱骗霍梅子,娶她生儿子。 生馅儿子后,霍梅子被胸向毕露的张凯暴打,想要逃,被关在了柴房里,结果被姐姐给放了。 那个禽兽张凯,本就不把女儿当人,一气之下把姐姐关了起来,一直虐待姐姐,还将姐姐卖给一直垂涎她的老光棍。 姐姐因为一时善良,葬送了一生。 为了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,值得吗? 阿姨,我们一起举报,把人贩子都抓起来好吗? 我们怎么能斗过他们,孩子? 封阿姨其实并不封,只是找女儿快被疾风了。 她找自己的女儿,找了整整六年了,每天都活在内疚中,丈夫也因为找寻女儿,车祸意外去世。 张凯这个畜生,从干人贩子开始,就已经禽兽不如了,真该死。 原先想着先调查清楚霍梅子,亲手杀了她,再引张凯入网。 毕竟想要瓮中捉张凯,必须以命相搏。 现在得知了霍梅子的来龙去脉,我也不必再东躲西藏了。 我把阿姨带去酒店住下来,写了一张纸条压在她枕下。 阿姨,如果这一次我没有活着回来,你就把我的骨灰葬在我姐姐的位置,把我的名字也刻在上面。 地址,香港十三街墓园。 阿姨睡得很香,面带笑容和西纪,想必梦到了女儿霍梅子。 我多么希望她一直这样安详。 之前在监控里,我从没看见过霍梅子,不过等抓到张凯,就能获知霍梅子的下落了。 她是我姐姐用命守护的人,我也不能逊色,不能懦弱。 接下来的事情,我必须要做一个了结。 我买了汽油运到老家柴房,那个让姐姐受尽屈辱的地方,我要一把火烧掉。 我知道这次凶多吉少,做好了和秦寿父亲同归于尽的准备。 只要能得知霍梅子的下落,也没什么好遗憾的了。 张凯,我帮你买了非香港的机票,今晚我在老家柴房等你。 你亲手杀了逆女再逃到香港去,不就能和你心心念念的小儿子安心度日了吗? 我给之前那个发文章的号,撕信了一条消息过去。 我不敢保证她是张凯,但我想,一定和她脱不了关系。 是她的手下,必然会告诉她,是她的上级,就会牺牲她。 那么无论如何,她今晚绝对会来。 她一个亡命之徒,全国的通缉犯,有这么个能逃到香港,去的机会,会错失吗? 我弄死她,然后死刑,也算死得其所,反正身上也流着她肮脏的血,早就想死了。 我把汽油用塑料袋子给装了起来,分放在了几个柴垛下面,非常隐秘,这东西一碰就会破,每一袋的量也非常足,足以很快燃起来,把它烧成灰烬。 窗子全部封死了,只要她进来,门反锁了,就出不去。 这是我专门找人特制的一把锁,门关上,只有我知道打开的办法,它弄不开。 晚上十二点多的时候,门被敲响,我握紧水果刀,前去开门。 不要开门,赶紧逃。 听到这个声音,我的脑袋瞬间炸了,是阿姨。 明明换了IP地址,张凯居然能一直跟踪着我,找到酒店,还带了阿姨前来。 张晓星,我数三生,你不开门,我就弄死这个疯女人。 这熟悉的声音,听得我头皮发麻,是张凯。 无数个夜晚,我和母亲还有姐姐的梦魇,都是这个声音的主人造成的。 我焦急又彷徨,最终还是拨通了报警电话,手机关成静音。 三、二,他数到二的时候,我一把拉开了大门,手机早已装到了兜里。 这地方信号不好,只盼着警方能够及时前来。 张凯挟持着阿姨,捂着她的嘴,她环视了四周眉人,把阿姨推了进来。 看着她的眼神,失望夹杂绝望,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母亲。 不得不说,母亲的眼睛和阿姨的眼睛很像很像。 想来,霍梅子和母亲更是相像,也因为这个相像而遭殃,到了大梅,被张凯当作母亲的替身,为她生儿,为她传宗接代做了工具。 你不怕死吗? 放了她,我就把机票给你。 我拿出了水果刀,想冲过去,把这个畜生不如的父亲碎尸万段。 我是你老子,死也是死在你后面,你和你姐姐一样蠢,善良中会搭上自己。 张凯把风阿姨架在了桌子边,坐了下来。 她的手里还控制着阿姨,我只能强压下心中的怒火。 张小星,我告诉你,你不仅是在和我斗,还在和村里人斗,和全天下打光棍的男人斗,你拿什么跟我们斗,况且你一个女儿家,根本也没资格和我斗。 她松开风阿姨,捏住她的脸,告诉你,马上就能陪你女儿和梅子了,她的腿早都断了,就算被我女儿放走,也是逃进山里喂狼而已。 风阿姨听到这里,再也忍不住了,一巴掌打在张凯脸上,畜生,我要杀了你,我要杀了你。 张凯一刀子捅在了风阿姨的肚子上,血流如注。 我就看见风阿姨轰隆一声瘫在地上,张凯拔出了刀子,就要继续再捅。 我求求你了,不要捅了,都是我的错,都是我的错。 张凯看着我,一脚踹在我身上,一如六岁那年踹开护着母亲的我和姐姐。 你怎么会错?不是一直想搞死你爹我吗?还敢在家里安摄像头? 小星啊,你确实比你姐姐小月很多了。 我想活着,带我走好吗? 爸,我们逃去香港,我不想死,我害怕死。 我编织着谎言来煽情,试图迷惑畜生张凯,尽量拖住时间。 手机之前震动了一下,想必是接通了,不过警察找到这也需要时间。 最好别给我耍花招,不然我要让你彼此难受一百倍,你不想和小月一个下场,对吗? 我木讷地点头,张凯夺过我手里的刀子,扔在地上。 你妈要是乖乖听话,生个男孩,我们一家子一定很幸福。 当年,我被人按在梧桐树下打,他和他的老师赶来就吓得我,那时他站在梧桐树下,白裙子随风而动,而我只是一个坐过牢的小偷,这辈子都配不上他。 张凯陷入回忆,我悄悄蹲下,查看封阿姨的情况,他还有呼吸,我也就放心了不少。 你妈太倔了,死活不愿,我找别人生孩子,我也是迫不得已,才会对他动手的。 你根本不知道,我为你妈妈付出了多少。 霍梅子要不是太像你妈妈,我把持不住,也不会有今天的下场了。 握紧兜里的打火机,我眼皮跳得十分厉害。 他步步逼近,你妈妈太聪明了,他知道霍梅子是我找人轮了又救下的,便查到当年我也是用同样的办法接近了他,为了报复我,居然还告诉了霍梅子这件事。 否则梅子也不会被我关进柴房,你姐姐也不会为了救梅子而被我惩处。 他提起这些往事面露阴狠,我恨不能立刻点燃这间屋子。 可阿姨受伤,不能动弹,点燃了这间屋子,该怎么救阿姨呢? 他的女儿可能已经遇害了,总不能再连累阿姨和我一起死,手机不合时宜震动了一下,恐怕是信号不好,通话中断了。 而张凯也发现了猫腻,万幸的是他没有继续向封阿姨施暴,只是死死勒住我的脖子,就要将刀插到我的胸口里。 你好,我们是人民警察。 警察来得及时,张凯用刀子把我往门口架。 他想挟制我,以逼退警察。 我是他女儿张晓星,开枪,别管我。 房门是我打开的,砰的一声,门开的瞬间,我下意识回过头,以为是汽油爆炸了。 反应过来的时候,张凯已经倒在了地上,手臂中枪,很快被控制起来。 梅子,就梅子,封阿姨被抬出来,看着警队角落的狙击手热泪盈眶,晕厥过去。 我一愣,看向那个开枪击中张凯的狙击手,果然十分面熟。 这张脸,可不就是结婚证上那个霍梅子吗? 难道当年霍梅子是埋伏到村里的卧底,被姐姐救下了? 可卧底怎么会被张凯,骗了感情和身子,为恶人生儿子呢? 疑团难解,阿姨被送进了医院抢救,一切只有等她醒来才知道了。 索性阿姨性命无余,没有扎到药紧器官。 她醒来的第一句话,竟然是问我,而不是问霍梅子,傻孩子,值得吗? 值? 阿姨这才娓娓道来,原来她有两个女儿,也是双胞胎,霍梅子和霍兰子。 她丈夫众女青男,家里和睦和美,两个女儿性子不同,却都被宠得不安适适。 霍兰子大学考的是警校,毕业做了警队的狙击手。 霍梅子读大学时被套路带,和阿姨发生争吵离家出走,走失了,后来便寻不得。 这些年,阿姨一直没有放弃寻找,可霍兰子告诉她,霍梅子已经死了,还带她去看梅子的挨挨白骨。 当年霍梅子身陷险境,我姐姐张晓月虽然将她放了出来,却还是死在了深山之中。 那样险峻的山峰,就算是经过特殊训练的霍兰子,也很难逃脱,更何况是手无腹肌之力的霍梅子。 霍兰子只找到了妹妹或梅子的尸骨,面容难辨,阿姨不愿相信也是正常。 可没想到经此打击,阿姨竟然疯了,从此和霍兰子断了联系。 直到霍兰子告诉阿姨,当年害死霍梅子的凶手找到了,正在逃窜。 凶手张凯狡兔三哭,警队不得不出此下策,阿姨便主动接近我,试探我。 阿姨,你骗得我好苦。 我在这世界上没有亲人了,你却还要骗我。 我称怪道,不由哭出了声。 孩子,你做我的女儿,好吗? 阿姨擦了擦我的眼泪,她的眼本就像急了我的母亲,那一瞬间,仿佛真的是母亲在看着我一样。 妈! 我由衷喊了一句。 没听见,宝贝。 她在我的额头亲了一口。 妈,以后我又有妈妈了。 我笑开了花,多希望我的妈妈和姐姐没有离开我。 霍兰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走进来的,以后啊,我就是你的姐姐。 阿姨左手拉着霍兰子,右手拉着我,笑着笑着眼睛就红了。 妈,线下里又有了妹妹,你怎么还落泪了呢? 这不是泪,是妈为你俩感到骄傲。 阿姨将我的小手放到霍梅子的手心里。 张凯很快被判刑了,因买卖妇女情节严重,虐待妇女,故意伤人罪等多项罪名,被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。 对于张凯的落网,警察对我颇为赞许,我却根本高兴不起来,因为霍梅子终究是死了,而像这样的女人,还有很多。 媒体对这件事也非常重视,势必要铲除拐卖妇女,放高利贷等黑势力,遏制重男轻女的行为。 村子里不少被贩卖的妇女也得到了解救,他们对我很感激,说我是大英雄。 我和风阿姨一起去了趟香港,看了外婆,把梅子姐的骨灰和姐姐,妈妈,埋在了一起。 外婆老了不少,她脸上也没有了之前那种笑容。 尽管抱了仇,我却还是不能释怀,内心依旧沉痛悲痛。 三条无辜的生命,两个家庭。 我不知道这些记忆什么时候才能冲淡,也许要一辈子吧。 妈,以后梅子姐再也不会孤独了。 站在身后的阿姨摸了摸我后脖梗的烟疤,拿出了上好的驱疤药膏,说是兰子姐警队特供的。 我笑着感谢她,决心终身挖掘黑暗,伸张正义。 既然命运让我活着,我就务必要活出意义和价值。 愿这个世界每一处黑暗都被光照亮,没有贩卖人口,没有男女的不平等。 也愿每一个在黑暗中的人,不被黑暗所同化,心中永远有光。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,星点之光,也能照亮一片黑暗。 星星之火